我在阻音他们看到了很多就是 如果没把他打着的话 不倒轻松的不倒的话就给他 就打他 你知道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痛心疾首的事情 昨天影片中后半段有稍微提到 中国各地现在流行大规模的S猫跟S狗的运动 而且是官方带头的 郑州政府甚至搞了个直播给大家看 我今天在小红书上看到非常多中国网友 翻车痛骂中共的政策 当然啦 他们没有指名道姓的骂身上 更没有放开来的骂 稍微讽刺一下而已 毕竟小红书不是IGYT 可以骂自家政府 不被下架 等等会带大家来看一下 小红书上的氏族他们的亲身经历 那在这之前先来说一下 中共目前是想要学欧美国家那样 搞什么猫狗出门 要牵绳的政策对吧 并且中国一直有养狗证 你要养狗要办证的 而且很多地方规定 养狗的身高 这个狗啊 不得超过55公分 特别是离赵家人最近的区域 那个狗如果大于55公分 我就把你S 55公分大概 可能养个博美 或是马尔祭司之类的吧 如果是乡下地方 才可以养什么 黄金猎犬之类的 而现在城管跟公安 在搞什么呢 他们把这个未牵绳的宠物 将视为流浪狗 所以会当主人的面 把流浪狗全部抓回去 S掉 欧美国家即便是在公共场合 没有牵绳 最多就是罚款 然后把主人抓了 劝告他 不会直接去S猫S狗 对吧 除非这个狗啊 真的有做出当即危害路人的可能性 还有他确实已经把人家S了 那才有可能考虑当场击毙 你连劝告跟罚款都没有 你就直接一记闷棍 然后把狗给抓了 把主人也S了 还说无害化处理 这个话你说出来你自己信吗 你对中国人民都可以直接开打 解访还有各种啊 强拆啊烂尾楼啊 银行出户啊 很多很多这种例子 你都直接打到那么残忍了 你说面对动物 你会无害化处理 你当这三年大家看不明白吗 这就是中共的一刀切政策嘛 而且有些地方啊 有几位士主没有牵绳 而导致整个小区有养狗的 都要被城管跟公安翻出来 你在秦朝啊 你在秦始皇联作法 你在大秦帝国啊 要嘛附属金取回狗 要嘛就一记闷棍 你在绑架人家附属金啊 我早说了嘛 城管农管都是什么土匪 什么样的人会去当城管农管 大部分我敢说有九成的人啊 就是当地的无业流氓混混 然后每天这样日节 当中共的马犬 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权力 就会去弃压百姓 因为他平常就是这样被弃压的 所以他会去欺负比他更底层的人 因为他现在有点权力了 即便是芝麻绿豆的官 甚至这个也不叫做官 可能是办体制的约聘人员而已 就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力 那你说赵家人呢 那这些赎金啊 我跟你讲 就是落入城管 花天酒地的手中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啊 这是什么当地官员 或是城管农管的问题 这就是中共体制的问题 是中共乐见的 他希望你们去底层互害批斗 这个状况都存在 二三十年四五十年了 中共不知道 这个城管啊 农管这个体制是有很大的问题吗 他知道 但对于他维权来说 稳定政权来说 是非常好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每次都可以看到什么城管啊农管啊 把一些小事演变到不可控制的局面的时候 引起非常多民怨的时候 中共中央啊 就会再次出来说 我要整治这些城管流氓 因为我中共的法规不是这样规定的 是他们目无章法 是他们藐视宪法 是他们乱作违法 所以今天啊 我身上出来帮这个人民解决 我把这些城管都S给你们看 然后大家又继续 啊伟大的包青天啊 我要爱党爱国啦 就是这样的一个死循环 但问题是这个时间会多久 一个月 三个月 半年 三年 不好说 你们回想一下去年中共不是 早就发这个公告说 要放宽特色管理了对吧 但是各地为什么层层加码 没有放松反而越来越紧 结果中共拖了好几个月 才没有准备的躺平放宽对吧 而且完全没有认错 我记得我前几个月有跟一个 中国天津的粉丝聊天哈 我当时跟他说 我们有空再聊 我要带我的猫去看医生 结果他回 啊 为什么猫要看医生 猫比人娇贵 诸如此类的发言 啊当然啦 我没有跟他争论这个话题 因为我就带我的猫去看医生 我就回他们拜拜这样 你看即便是稍微有点 普世价值的中国人 还是有非常多的人 对于宠物的观念 是有明显落伍的 对吧 那就像我们台湾也是啊 我们花莲 我自己家乡乡下也是有很多一些老人 都什么年代了 还给我独猫狗 当然啦 我说的不是全体中国人 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对吧 多数的你们中国的一些 所谓底层 或是一些老年人 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 不然为什么这么多中共的马犬 在做这些米面人性的事情 钱真的可以让你去A死一个小动物 钱真的给你钱 你真的会去A死一个小动物 给你钱你就真的会去A死上访的百姓吗 你给我钱我做不到 那为什么有人给他钱他做得到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些小红书上的留言 刚刚出去抽根烟 遇到了保安在A死流浪狗 这个小朋友直接跑到我这儿 要不是我把他抱起来 估计他只能被A死了 万物为小狗 最近对流浪狗被A死的新闻心里很难过 站队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内心的秩序感 但以A死来成全秩序 只是全力的滥用 流浪汉的狗被城管活活A死了 图片里的狗是流浪汉的狗 发生在贵阳已经是2018年的事情 但在今天这种事情越来越上演 这条狗和流浪汉一起相依为命 彼此温暖 18年创文每个城市首先就是打狗 这条小狗也没逃过被A死的命运 虽然他不是流浪狗 但他的主人是个流浪汉 没有钱去办所谓的买狗证 所以这个现象不是现在2023年才有的 一直以来都有 他很像是一场政治运动 一波一波的来 一波一波的来 出事了只会S亲力无与自己 小黄愿你来生幸福 有爱你的主人 一棒子打死这个居也会太荒谬了 释养小孩的正确方法 仅针对S流浪狗的事情 你说这个狗听不懂人话 那小孩是不是也听不懂人话 那小孩不签的是不是也全都要S啊 还别说你们真的做得出来 你们的计划生育不就是 也是变相人在做这种事情吗 中共至今计划生育没有道歉过 计划生育不是 不只是说我要控管你的生育 就是包含已经有了 你都可以直接S掉 中共的底线你们想象不到 他没有底线所以我们想象不到 小女孩很可怜 他们也很可怜 不要让他们的世界变成灰色了 请停止无差别的S 不爱请别伤害 善待每一个毛小孩 养狗人团结起来为流浪狗发生 我认为最近各地大新S狗的风气 已经严重我国和谐的社会环境了 这个我就打马赛克了 这个可回收物的垃圾桶里面 有什么物体 大家自己去想象 我这边打马赛克 求求我们家附近 不要有极端分子的S我家的狗或是放毒 搞不懂这条狗哪里烈性了 刚给大家看的是比较正常的留言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些比较奇葩的留言 这个照片我也打了马赛克 他说什么呢 非常荣幸参加了社区的S行动 很不错的体验 甩棍加上手套 明明他这么可爱 最后被S的时候叫都没叫一声 来这个超过55公分了吗 不光害了小女孩和小女孩一家 还有千千万万的流浪狗都要背锅 捕猫 逮狗 我们小区开始啦 昨天狗咬人事件一出来 今天所有小区都在整顿 这我就说了嘛 这就是一刀切政策 因为某个个案 然后你要一刀切到全部 你们中国每天都有S人的新闻啊 怎么人也都不抓起来呢 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犯罪分子嘛 对吧 所以你中共的保安系统 才做到这么的夸张 到处都是监视器 当然啦 监视器屁民遇到状况的时候 就是没有画面 赵家人遇到状况的时候才有画面 进个地铁都要去过机场 要安检 那就是把你们当犯人嘛 为什么不加大呢 我就拿美国来举例啦 美国以前也是会S流浪狗 但是自从2016年 他们国内知名的动保团体 跟当地3200多家的动物厂商也好 医院也好 社福机构也好 合作 透过这个辅导啊 募款啊 资源共享互惠的方式 用这种方式 希望2025年啊 全美国0s的目标迈进 而他们确实有一步一步的在长进 2018年的时候已经让 德拉瓦州达成了0s的目标 当时拯救率为92.9% 剩下的7.1%是经过判定之后 身重病啊 无药可救 才进行了所谓无害化处理 而2021年啊 洛杉矶啊 洛杉矶这个城市不是家兆哦 洛杉矶拯救率高达了90.49% 成为全美最大的0s的城市 那拯救率的概念是 领养转让归还主人等等 总之就是让他活下去 我们看到这张图啊 这是全美的分布嘛 越绿的地方就是 越往灵扑杀的方向在走 那越红的地方 越黄的地方就是 还没有达成这个目标 但是我们看到的状况是 每年每个月都在改善 尽量不一刀切的 而即便是要S 也不会当着主人的面抢走 然后一记闷棍 八海铁恋女走在街上 都可以被一记闷棍 试想中国每年有多少 这样的失踪儿童跟失踪妇女 就这样一记闷棍没了 然后消失二十几年生八胎 曝光的人至今还下落不明 你说人都如此情况了 动物在中国 怎么可能被中共更加的重视呢 为什么城管跟公安 不跑去赵家人中 把他赵家人养的猫跟狗 拖出来一记闷棍 对吧 他们的狗也可能是潜在危险 对吧 那套一句中国的俗语嘛 打狗要看主人 但是城管跟公安 也是中共的麻犬 对吧 但是你们认为 城管 公安 跟赵家人养的宠物狗 宠物猫 比起来谁的命更值钱 这却中共的马前卒 完全没有人性 在中国你可以真正见识到 什么叫做底层互害 不要把台湾那套乡下的人 通常比较淳朴善良的概念带过来 不一样 中国乡下很多时候是穷山恶水出刁民 你没见识过 真的不要把人家想得太美好 不是台湾欧美国家 那种乡下可以养老的地方 很多人穷了几代 一有机会翻脸不认人 不要说底层互害 连跨阶层互害的更惨更多 看多少台商过去跟中国妇女结婚 即便是生小孩 回一个台湾公司 就可以被老婆的娘家全部抢走 一块都不剩都不留给他 这个例子多当不深美举 在中国反而是越大的城市越安全 在欧美反而是越乡下的地方 越安全越淳朴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些留言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的小姐 见证据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